早上煮了 我們覺得還未肚餓 不如買回去煮來吃 好 說這麼快回家 現在就煮這件事 就是這樣 有兩條河豚魚 小小條 不太大條 還有一包白汁湯料 據說有些雞湯 骨頭 熬製了 我會煮熱這個湯 然後再加適量的水 這個先洗乾淨 它就沒有叫我們爆下去才沒有 煮滾 放下去就可以了 不如我煮完再算 嫩了 不過現在不倒閉了 你看這條魚 它們一樣大小 軟軟軟 應該煮得很乾淨 最怕的是乾 它已經清潔了 皮 全部脫皮 皮可用來曬乾 變成雞泡魚 這樣 皮應該放不放進去 照樣放 它這樣 沒有了眼睛 是不是 這麼有趣 不過它的眼睛很小 它挑了眼睛也沒有 可能我洗乾淨才算 這個也是一樣 想看的 產地是 上海 最重要是洗乾淨 去抹乾淨水 看得非常乾淨 又是這樣 皮還皮 始終你都要沒有了 好 我洗乾淨去抹乾淨水 然後會煮水 就是這樣 好 我繼續努力 我覺得這個魚 它煮得很乾淨 平常的食物會滑散散 這個又不會 就算皮 都是刺激的 一點都沒有散 我覺得魚很乾淨 看回後面 它有一個QR Code 你可以追蹤 這條魚 這些魚是怎樣來 可以掃回這個馬 這麼快已經煮完了 這個就是我平常剪片的地方 現在呢 就已經煮好了 先吃這個 今晚不只吃這個 我一邊煮的很香 它那個白汁 它叫白汁 是很香的 還有這個河豚魚的肉 你看 它煮的都沒有散 挺有趣的 皮我倒進去 我沒有起油鍋 爆下去 沒有 就這樣試一下 它的建議是怎樣的 我先試一下湯 先試一下 沒什麼油 我現在呢 胡椒粉都沒有下的 都挺鮮的 一點都吃不到的腥味 看看 河豚你怕不怕 敢不敢吃 這個原產地是上海 那些肉很結實 很結實 看 看 真的很滑 它肉是實的 但是滑 很有質感 我覺得 咬下去 好像黏下黏下 就炆一下 15分鐘 我特地拿著胡椒粉 不用用 我覺得很鮮 值得吃 可以先試一下 好像幾千 89元 叫了外賣 就是連唐口岸 就拿的 美團 133元 叫了什麼 酸菜魚 然後是蓮藕 然後是小黃魚 吳莊 叫了喜惠城 分店 就是連唐口岸 剛才連唐口岸 又遇到網友 他在新通 等快递 這個是蓮藕 應該 這個酸菜魚 這個酸菜魚 我打算弄一弄 它包了保鮮紙 有很多油 我要弄一下 才行 我拆光了 這個酸菜魚 很大盒 你看 放一些菊花 辣椒 這個酸菜魚 沒有什麼辣 沒有什麼辣的 很香 剛才我們開出來 已經很香 魚 應該是爐魚 我相信 很大盒 接著 這個是黃魚 黃魚 也大條 沒辦法 屈袖一下 房子這麼小 你看這個 是不是很有誠意 外賣都幫你擺個花 挺漂亮 這個 有些桂花糖 有些桂花 看看它是怎樣 裡面是否釀了東西 釀了什麼呢 嘗嘗 好像黏黏黏的 甜 有些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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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甜, 對我來說太甜 幸好中間不會太軟 蓮藕處理得很好, 還是爽身 看這個小黃魚 豆豉小黃魚當然有些豆豉 豆豉沒有爛 這個外賣一百多元 現在冷了就差一點 如果你在現場吃會好一點 因為現在焗煮, 皮不夠焦香 表面炸得很厲害 現場吃應該會有脆香香的感覺 現在就沒有的 但也好, 好滑 我吃不到有腥味, 好滑 慢慢吃, 送走就好 不如說給你聽多少錢 那你才知道 蓮藕是二十五元 這個小黃魚是二十七元 酸菜魚這麼大盒是七十八元 總共是一百三十三元 剛才拿回來還是很熱的 當然我要煮那個雞泡魚 當然是浪費時間 我試試一個酸菜 酸菜挺好吃 辣了 他說不辣, 你說沒有辣 都很辣的 不吃辣的可能要叫它走辣才行 但有時吃酸菜要加辣 才能帶出味道 我覺得這個鹹酸菜挺好吃 這個魚很厚 都沒有聲音 那個魚很滑 划不划七十八元 這麼大盒 好吃嗎 我覺得這個鹹酸菜挺好吃 湯也會好喝 嗯 但稍微涼了 因為涼了 那些油在面上也會油多些 如果你回來再翻熱 我想應該不錯 翻熱的就要撈魚去 然後煮起了才吃 再加些魚片 這樣會滑些 叫外賣就不想做那麼多功夫 你覺得那個雞泡魚怎麼樣 有魚味 有魚味 它的魚肉很特別 我覺得它很結實 我覺得好像吃雞肉的感覺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雞 魚又怎麼做雞 但是那個結實的感覺 一絲絲吃下去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像很嫩的雞肉 你吃這個蓮藕你覺得怎樣 甜 很甜 甜 這個魚真是值得吃 我現在吃了兩塊魚 都沒有骨 你有沒有骨 你剛才吃 看菊花有沒有作用 除了裝飾 真的裝飾 原來沒有菊花味 吃不到豆豉味 沒有豆豉味 因為它的豆豉 你見到它還這麼圓粒 它都沒有壓下去 出味 這個酸菜魚絕對可以加菜 你平常如果真的過來香港這邊 你點這個 一家人吃 每人吃幾塊 都很實惠 七十八元 不用主餐死 煎魚來說挺好吃的 如果現場吃會更加好 至少乾身不會焗 焗回頭 而且很便宜 這個需要29元 不是 27元 很便宜 27元很便宜 還有芝麻給你 對 有芝麻給你 很便宜 這麼便宜 之中不算難吃 也算多 很多塊魚 有麻椒 但暫時吃不到味 我覺得酸菜挺好吃 其實有 有些金菇 有些金菇 酸菜魚其實都挺辣的 你覺得軟不辣 少少 我都覺得挺辣 我剛才吃了一塊辣椒 我覺得是值得吃 現在我們就慢慢繼續吃 多謝你收看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 分享 和留言 最好追隨我的Facebook 和我的IG 多謝三體 拜拜